欢迎回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当地时间17号 在夏威夷潭香山举行了7个小时的会晤 中方表示会晤具有建设性 美方则强调建立全面互惠关系的重要性 蓬佩奥18号发推文表示 中方在会晤中再次承诺履行并完成 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 美国国务院指出 蓬佩奥与杨洁篪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 蓬佩奥强调了美国的重要利益 以及中美之间在商业 安全和外交往来中 维持全面互惠关系的必要性 另外 蓬佩奥还提到了 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际 中美应该保持充分透明度和信息共享 蓬佩奥和杨洁篪17号 在西卡姆空军基地进行了7个小时的会晤 并且在前一天共进晚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杨洁篪在对话中 阐明了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度 以及在台湾 涉港 涉疆等重要敏感问题上的立场 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罗伊表示 杨洁篪和蓬佩奥的会晤 标志着中美双方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希望在美国11月总统大选前 在贸易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结束两国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 此次杨洁篪与蓬佩奥的会晤有助于改善目前的气氛 在美国大选前可能会有更多的中美双边交流 此次陪同蓬佩奥出席会晤的美方官员 还包括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 以及美国东北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 分析指出比根的出席说明朝鲜问题 也应该是此次会晤的焦点议题之一 在过去一年内 蓬佩奥与杨洁篪已经会晤了两次 并且进行了三次通话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凤凰卫视方还请看